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讲个故事是 今天真倒霉 但也很幸运 图文同家 远流出版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英文单字就是幸运 幸运就是 Lucky Lucky 小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自己很倒霉 碰到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 但是最后 这个倒霉的事情 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好 非常幸运的事情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今天故事的主角 粗心大意小胖猫 史上最倒霉的一天 傻猫傻福 终究没有事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它到底有多倒霉 但是又有多幸运呢 今天真倒霉 但也算幸运 今天星期四 老师说 要带蔬菜印章去学校 我边吃早餐边忍不住打开盒子 拿起印章来玩 妈妈叫我最新吃 时间快来不及了 结果 校车来的时候 我的早餐还没吃完 我手忙脚乱的赶紧准备上学 妈妈帮我把煎薯块包起来 让我带去学校吃 哦不 上车才发现 整盒蔬菜印章忘了拿 昨天特别拜托妈妈准备的 竟然忘记了 杨小弟说 没关系 他的印章可以分我用 啊 走进学校的时候 我只顾着和小狗玩 没看到地上的水 不小心只滑了一跤 哎呀 好痛 刚买不久的新裤子 竟然裂开了 今天真倒霉 哈哈哈哈 不要笑人家啦 大家赶紧拿出贴纸 别针 胶带和OK包 帮我把裤子裂缝补起来 刚开始 我觉得这样子好奇怪 可是老师看到了 说我的裤子很可爱 很特别 我想趁上课先把早餐吃完 没想到被杨小弟撞到 结果水块掉了一地 天哪 今天真倒霉 不 小胖猫对不起 没 没关系 不过就这样丢掉 好像太浪费了 我决定留下水块当印章用 图画课开始了 老师要大家拿出蔬菜印章 老师喂 有人忘记带吗 没带的人等一下不能吃点心哦 小叔马上告状说 老师 小胖猫忘了带 谁说的 我有带啦 好险 刚刚又把水块留下来 我只忘了带妈妈帮我磕的那些漂亮印章 一听我这么说大家都说 没关系小胖猫 你快用我吧 我的星星切发给你 哇 这个见你 大家对我真好 老师发给美人一张图画纸 让我们把蔬菜印章涂上颜色 印在纸上 做出自己想要的图画 我想做海底世界 但是我的鼠块好难用 还得先用刀片穴一下 老师 你看我的超级大披萨 盖树菜印章真好玩 我们弄了满桌都是印章和颜料 就在我的海底世界快要完成的时候 跳鸭鸭 打翻了蓝色颜料 泼到我的图画上了 啊 不 天啊 今天真是倒霉 小胖猫对不起 没关系 没办法 就干脆上蓝色 当做海水好了 终于所有人都完成了 老师把作品贴在教室后面的墙 小胖猫好厉害哦 没想到我的图画竟然被大家夸奖 真是太幸运了 接着我们一起收拾桌子 洗手准备吃点心 今天的点心是橘子果豆 看起来好好吃哦 正要开动的时候 不 我不小心打翻盘子 果豆 滚了 滚到地上 不能吃了 小胖猫今天真是超级无敌 倒霉 小胖猫今天真是超级无敌倒霉 将小弟一边说一边把果冻分一半给我 谢谢 还有小果和小鸭也很好心的分我 大家对我真好 大家对我真好 结果我吃最多 今天虽然很倒霉 不过也很幸运哦 哇 小朋友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胖猫虽然有点倒霉 但是它实在是也太幸运了 它有这么好的同学愿意帮助它 虽然碰到不如意的事 但是最后 这件事情 却变成了一个幸运的事情耶 你还记得 幸运的英文怎么说吗 对 就是Lucky 幸运的 小朋友 今天故事还没有结束哦 在后面啊 小胖猫蔬菜印章教室 想不想跟小胖猫一样 用蔬菜印章 做一张很酷的图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哦 平常我们较少食用的蔬菜的头尾部分 都可以拿来试试 拿笔沾上水彩或是广告颜料 或是压克力颜料 把蔬菜平平的那一面涂上颜色 然后像印章一样盖在图画纸上 尽量发挥你的想象力 大胆尝试运用各种印章组合 出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也可以用刀子切出缺口 变化出不同的印章图形 小朋友使用刀子时 需要注意安全 或是请一旁的大人协助哦 大家一起来玩蔬菜印章吧 油油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